老船公乔找石狮子 中国北方有一条河,河边有一座河神庙。 庙门口的两边蹲着一对石狮子。 有一年夏天发洪水,把这座庙和那对石狮子都冲到河里去了。 水退以后,人们重修河神庙,决定把石狮子捞上来。 人们想,这么大的洪水,石狮子一定被冲到下游的什么地方去了,于是就顺着河往下找。 可是,找了十几里路,还是找不到。 这个时候,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船公,站在河岸上说,你们别光在河的下游找啊。 大家说,大水冲走的东西,不到下游去找,还能到上游去找吗? 难道石狮子能顶着河水游上去? 老船公见大家不相信,脱下衣服就一头钻进了河里,往上游游去。 有几个年轻人见了,也脱下衣服跟着游了过去。 很快,有人从水底下钻出来,指着河底嚷着,找到了,找到了,石狮子在这里。 石狮子捞上岸后,大家问老船公,您说说吧,石狮子没被大水冲到下游,反而跑到上游去了,这是什么道理? 老船公笑笑说,石狮子很重,掉下水以后,一定很快沉到河底。 上游冲来的水,到了石狮子就往回折,形成一个漩涡。 漩涡转啊转啊,石狮子朝着上游这边的河底,就会出现一个低窝。 一边高,一边低,石狮子就滚进低窝里。 这样,石狮子向河的上游移动了一次。 不一会儿,石狮子跟前又出现一个低窝,石狮子就又会向前移动一次。 石狮子就这样不停地往上游移动。 所以,要捞石狮子,应该朝河的上游去找,不是吗? 人们听了,都连连点头,称赞他讲得有道理。